中国对台文攻武吓施压力道与日俱增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六号报导 我国经济部次长陈正奇在访问中表示 台湾已经为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次长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 也有同样说法 泰晤士报指出自二零一六年以来 台湾便一直承受来自北京当局的压力 而今年八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国解放军威吓力道再加大 进行围台军演发射多枚弹道飞弹 外界看来台海冲突一触即发 陈正奇市长表示 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 关键物资储备速度一度放缓 但近几个月已经有所回升 不过需要多少储备物资 才足以抵御北京封锁或攻击 陈正奇并未透露 而针对两岸贸易问题 他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工厂 并且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尽管必须为冲突做好万全准备 但在贸易上台湾短期内 恐怕还是难以和中国脱钩 我是温宜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还要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